MEDCATE和长期护理二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获得MEDCATE长期护理资助的收入要求 收入计入资格 在确定医疗补助资格时 个人的收入被归类为可计入或不计入 可计入包括 工资允许某些扣除 利息、补息、社会保障福利 退伍军人福利、养老金 不计入包括 对贫困家庭的临时援助 取代对抚养子女家庭的援助计划 涉案金补贴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粮票、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福利 帮助支付低收入和老年人的功能 和制冷费用的计划 寄养费 某些住房或公用事业补贴 配偶的唯一收入不计算在内 医疗补助不要求配偶的收入 用于医疗补助接受者的护理 资产、资源需求 医疗补助LTC的资格也基于申请人拥有的财富和资产 一般来讲 个人的可计数资产不得超过2000或3000美元 才有资格获得援助 可计数资产 现金、支票和储蓄账户 存款证和货币市场账户 股票、共同基金、债券和其他投资控股 退休金、非居住房产、不计数资产、主要住所 只要房屋的净值低于50万美元 或州选择高达75万美元 汽车 家庭成员使用的一辆汽车 家庭物品包括家具、电器和类似物品 个人物品包括珠宝、衣服等 埋葬合同包括不可撤销和可撤销的埋葬合同 最高限额为州特定限额 墓地 适用于申请人及其直系亲属 它包括墓地、棺材、墓碑等 但是不计数的财产在医疗补助接受者去世时还持有 并且是遗产的一部分 政府会从遗产中收取他们为接受福利的人 所花的长期护理费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